土地大辯論中有其中一個選項 就是要搞我們郊野的邊徐 究竟香港人是怎樣看郊野公園 對於開發邊徐有什麼看法 綠色和平和樹人大學就做了一個郊野公園的調查 今次的調查結果主要有兩個發現 第一,五成的香港市民對於開發郊野公園邊徐這個概念 是不可接受和抱有懷疑 第二,當我們邀請香港人 去為到保護郊野公園的重要性打一個平均分的時候 十分為滿分,平均分有百分高 換句話說,其實香港並未有一個大多數 去贊成發展郊野的邊徐 另一邊上,我們反而見到 香港人認為保育郊野公園是很重要的 譬如有九成的香港人認為郊野公園 對於他們的身體和精神的健康有一個正面的幫助 我們盼望政府可以使用手上其他的土地資源 然後保衛我們的郊野公園 因為住屋和郊野並不是對立